身體不舒服 精神不能集中 記憶體衰退 倦怠 呼吸不順 又找不到原因 你是不是有可能自律神經失調 這真的不是你抗壓性太差 是你過度使用自己 嗨大家今天過了好嗎 歡迎回到理科太太 很多人來先問我 我自律神經失調是怎麼好的 我們不如先來認識一下 什麼是自律神經失調 生理上自律神經是維持我們基本 生命機能的系統 現在試試看遇到討厭的人的時候 把你的瞳孔放大 心跳加快 然後擴張一下你的器官 是不是做不到 因為這些都是自律神經管的 他控制那些你不能用意識 去控制但生存必備的東西 同時也是身體最誠實的地方 我覺得演員要是能演到 遇到討厭的東西 可以把自己瞳孔放大 那真的就是神一樣的厲害 膠感和副膠感神經系統 根據身體的狀況 和外在的司機 來調節自己的自律神經 我記得國中課本上面說 膠感神經是油門讓你 警覺活躍 副膠感神經是 但因為我懶得想別的比喻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油門跟煞車 這個比喻了 膠感神經就是那個 半夜主管傳LINE過來 會讓你大驚之後 睡不著的原因 接受到刺激之後 你的膠感神經活動就會飆高 你原本在睡前 你的膠感神經 應該要慢慢的往下 讓你的副膠感神經提升 但因為這個刺激 所以不平衡了 那這種小小的自律神經不平衡 生活中到處都是 你跑步的時候 心跳加快覺得很喘 冷氣房走到室外 大流汗這些東西 有自我調節都算 正常人過一陣子之後 就會自動平衡回來 因為我們的人體會追求 HOMEOSTHESIS 體內平衡 簡單的說就是 我們想要調控身體的素質 在穩定平衡的狀態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我們會因為心寒 血就真的變涼了 要衝出去曬太陽 也不用被長輩逼喝下那個 可以改變體質的檸檬水 首先呢 正常血液酸鹼值 本來就是7.35到7.45左右 你知道嗎 PH值只要超過7 就是鹼性喔 所以任何健康的人 照那個體質說 都是鹼性體質 如果你血液的酸鹼低於7.35 不要喝檸檬汁 你要去看醫生 如果你企圖的用檸檬汁來治病 達爾文要是地下有知 可能就會淡淡的說 這就是天責 言歸正傳 短期平衡 誤回來 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但是很嚴謹的來說 自律神經失調 其實是身體上的問題 因為現代人 文明病太多 所以被借用來形容這種 身體不舒服 精神不能集中 記憶體衰退 倦怠 呼吸不順 又找不到原因 我們就直接先把它推脫成 你是不是有可能自律神經失調 像我長達半年睡不著 一天只睡兩個小時 身體出現警訊 看遍醫生都找不到身體 到底哪裡有很明顯的問題 倒是發現了我的膠感神經 副膠感神經不太能平衡 休息的時候 膠感神經還是很活躍 醫生開了安眠藥給我 醫生說我吃完之後 關燈閉眼睛很快就睡著了 所以我就吃一顆下去 閉上眼睛 過了一個半小時之後 我想說 怎麼這麼久都還沒睡著 我就真的睡不著 安眠藥對我沒用 所以我就不吃了 下一步就是去看諮商 還有尋找自然療法 老實說 當初踏進身心科的時候 我很猶豫 我完全不覺得 我有什麼太大的身心問題 但我問我自己說 如果我自己都不敢走進去的話 我要怎麼鼓勵 其他人接受幫助呢 所以我就進去了 我不得不說 每週的諮商 讓我更有動力去生活 而且也能更承受 面對自己和發生的事情 推薦所有 如果你現在正在考慮要不要去諮商 你就去吧 現代人是對神經失調 多半是 可能壓力太大 沒有好好調節啊 或者是有過去的創傷 恐慌症 憂鬱症 或是 你本來就是自我要求比較高 比較求完美的人格特質 都比較容易養你得到 找出這些讓你失調的原因 才能讓你根治這個問題 醫生沒有開藥給我 事實上 如果醫生開藥給我 我也會乖乖地吃 我不覺得吃藥是什麼丟臉的事情 你感冒流鼻水 會因為羞愧 所以不想吃藥嗎 那就對了 我長期給自己壓力過大 可是沒有自覺 該休息的時候沒有休息 該紓壓的時候沒有紓壓 其實欠了很多休息債 所以我就開始努力的去學會 怎麼好好休息 去年我開始了心理諮商和自然療法 諮商是幫助我看清楚自己心理的需求 還有為什麼我這樣做事 這樣想事情 重新了解自己後才發現 原來其實我對自己的感受這麼陌生 這就是另外一個看諮商的好處 我要特別感謝我高中同學 現在人在西雅圖的大學教諮商教育的 劉沛軒劉博士 過程中陪我視訊 開導我看心理諮商 他有寫了幾本書 比如說療癒 從感受情緒開始 童年會傷人 推薦給對這方面有興趣的人 如果你有多餘的能力 我很推薦 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心理諮商師 因為人一輩子身經都會有大大小小的傷 除了一般給醫生治病之外 如果你有一個心理師能幫助你自我覺察 帶你走出你甚至沒有注意過的那個傷 可以大大增進你人生的品質 為了時候講一些話出來 心理師馬上就會聽出我背後其實還有意思 就會開始去挖掘 我才知道原來我在意的點 跟我頭腦以為的點根本不一樣 但我明白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些資源 如果現實上不允許的話 或許自己可以多看一些跟諮商相關的書 和自己核對過去也會有幫助 除了心理諮商之外 我還會強迫每天放鬆速度 洗澡之前開始練習放鬆 練習正念冥想 我才發現要能專注呼吸 沒有雜念是這麼困難 但我也在呼吸跟吐氣之間 找到那個可以讓我平靜待著的地方 這不是什麼很玄的東西 簡單的呼吸練習 可以讓我慢慢找到平靜 你身體之中也可以不知不覺的釋放壓力 壓力是你看不到摸不到的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可以繼續往前的時候 你忽略身體的警訓突然間就做不了事了 這真的不是你抗壓性太差 是你過度使用自己 我曾經有看過一個海軍陸戰隊的軍人 他說當你覺得自己快要走不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才用了自己40%的體力 我想這或許可以用在跑步上面 但對於長期要承受壓力的現代人來說 當你身體真的覺得你不行的時候 你要學會去聽自己的身體的聲音 然後好好的去休息 身體是很神奇的東西 身體之中可以重新校正 自律神經也一樣 校正的方法很多 你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曬足夠的太陽 每週做三次會讓你喘的運動 甚至在身體允許的狀況之下 斷食一天到三天 那以上這些都是個人經驗的分享 所以請斟酌參考 這也不是什麼醫療建議 我特別要感謝曾凱璇 介紹我去自然療法的地方 我那時候很嚴謹的 生酮飲食十天之後 馬上就可以一覺到天亮 如果你對生酮飲食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邊的影片 裡面跟你講什麼是生酮飲食啊 還有這適不適合你 最後我想說的是 得到無菌病都是不得已的事情 沒有必要再去怪別人或是怪自己 為什麼會得到 你找到原因就好了 如果你本身也有這種困擾 對自己好一點 開始去求助吧 因為你只要問了你就會得到 祝大家每天都一覺到天亮 該大笑就大笑 該放鬆就放鬆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喔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